一个五岁的男孩独自租下一间公寓 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上学 初来乍到的他还会给邻居准备礼物 小家伙名叫小太郎 他敲开隔壁邻居家的门 递上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黄毛看着眼前这个独居小男孩 心里充满了疑惑 刚刚关上门 没想到小家伙又找上门来 原来是小太郎在家里找不到浴室 黄毛告诉他这栋公寓里没有浴室 想要洗澡得去澡堂 于是他递给小太郎一张澡堂的名片 拿到地址后 小太郎便全副武装的出发了 回到家里的黄毛打开电视 新闻里拨着一起儿童绑架 正当他吐槽这些父母不负责任时 突然想起了什么 于是匆匆的来到澡堂 他非常好奇小太郎父母去哪了 可小太郎却沉默不言 洗澡时靠泡不小心进了小太郎的眼睛 黄毛忍不住上去帮忙 什么都在洗澡堂 你自己洗澡的吗 喜香香的俩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太郎回味着澡堂舒适的条件 告诉黄毛自己明天还要去 黄毛却提醒他 当黄毛问起他的父母时 小太郎却说道 一句话刺痛了黄毛的心 因为他的父母在他很小时就车过去世了 他明白一个人独自成长是有多艰难 于是便也不再寻 回到家后 黄毛看着桌上小太郎送来的礼物 心里对这个和自己同病相连的小男孩 不由自主地泛起了同情之心 于是他开始每天跟着小太郎 这一天 俩人路过一家幼儿园 小太郎看着校门口不断有家长来接小孩 心里满是羡慕 没有哪个小孩是不期待有父母的陪伴 但是他只能告诉自己要坚强 俩人回到家中 却看见走廊上散落着两只血 隔壁邻居家的大门也敞开了 俩人急忙前去查看 邻居姐姐竟然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黄毛惊慌地要打电话报警 这时躺在地上的邻居姐姐却爬了起来 开心地捏了捏小太郎的脸颊 但小太郎却突然跑了出去 原来是去买了冷饮回来让姐姐敷眼睛 这让邻居姐姐很是诧异 连忙解释自己只是醉酒后哭了 然而小太郎却说道 安慰的话语让邻居姐姐感到非常的温暖 一旁的黄毛有些好奇 这么小的小孩是如何能懂这么多东西 泣着了就知道了 孩子就死了 一句话让黄毛更加的心疼小太郎 他决定以后要好好照顾这个 喜欢看动画片却比自己还成熟的小男孩 为了能和邻居们友好的相处 他决定帮大家打扫楼档 可谁知鸽子一直拉巴巴 生气的小太郎本想赶走他 却不小心摔了一眼 独自一人在家的小太郎 只能自己一瘸一拐地拿出药箱为自己包扎 随后他来到隔壁黄毛家里 想象他炫耀自己的坚强 得知黄毛为了开门扭到了腰 懂事的小太郎贴心地为他贴上了药膏 为了表示感谢 黄毛则为他画上了他最喜爱的动画人物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 竟是楼下的黑帮大叔找上门来 俩人都有些害怕 谁知大叔却捧着小太郎的脸一片面 小太郎警惕地看着大叔 甚至拔出了自己腰间的配件 大叔见小太郎如此地排斥自己 便拿出了准备好的玩偶 正是小太郎所喜爱的动画主人公 小太郎虽然很是喜欢 可还是问大叔为什么要送自己这么贵重的礼物 在得知这原本是大叔买给自己儿子的礼物 但儿子还是不愿来见他 小太郎将网偶放了回去 回到家中的小太郎 看着黄毛给自己画的头像 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一早 小太郎拒绝黄毛要送他的请求 独自一人来到幼儿园 其他的小朋友都开心地玩耍着 要强的小太郎却怎么也带不好名牌 但还是不断地安慰自己 放学时 其他小孩都被自己的家长接走了 小太郎独自坐在椅子上 看着腿上的动画人物 他也暗暗希望黄毛能来接自己 可他还是告诉自己 一人都没事 与此同时 黑帮大叔找到黄毛 告诉他自己也意识到昨天的话 伤害到了小太郎 想找他道歉却不见人影 得知黄毛让小太郎独自一人去上学时 大叔和邻居姐姐都指责他不该这样做 那么小的孩子万一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 黄毛这事才明白过来 大叔昨天的话让小太郎 怀疑大家对他都是虚情假意 这对于一个独自在外生活 没有父母陪伴的小孩来说 无疑是备受打击的 终于学校里的小孩都走完了 小太郎独自一人走出教室 却看见黄毛气喘吁吁地跑来 随后赶来的大叔也向他道歉 说自己不应该用送儿子的礼物转送给他 邻居小梅姐姐则是拿出了自己做的蛋糕 此刻小太郎也终于卸下了自己的伪装 晚上回到家 黄毛还将自己的床搬到了离小太郎近的地方 因为他知道这样能让小太郎感到心安 听着隔壁传来的呼噜声 小太郎终于安心地睡着了 为了报答邻居哥哥和姐姐对他的帮助 男孩邀请俩人来到公园露营 谁知却捡到了一位婴儿 看着婴儿可爱的脸蛋 小美很是欢喜 这时两个小孩过来告诉他们 这位婴儿很早就在这里了 三人推着婴儿车想要找到他的父母 一边走一边喊 小太郎却不顾他们的话 自顾自地推着婴儿车 这时婴儿的母亲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呼喊 终于忍不住回头 这位母亲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才决定将孩子抛弃在公园 可在大的困难终究抵不过母亲对孩子的那份爱意 母亲最终还是将孩子带走了 小太郎告诉小美 自己以前也有过在公园等一下午 母亲才来接自己的经历 可不管如何 她始终相信母亲一定会来接自己 听着小太郎平静地谈起自己的过往 小美和兽也都沉默了 他们不知道小太郎经历了什么 也不敢再询问 因为这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就像是一道埋藏在心里的疤痕 几人回到公寓 就看见飞到大叔正警惕地盯着楼上 然而小太郎没等他把话说完 匆匆地上了楼 听到女人说自己是律师 竟是一把关上了房门 可就在女人向众人解释时 小太郎把女人邀请进了房间 学着大人的模样和女人碰碑 庆祝他们第一次相识 女人告诉小太郎 自己名叫小林 以后就是她的负责人了 一番寒暄过后 小林拿出两个信封 告诉小太郎这是上周和这周的生活费 为了感谢律师事务所的照顾 小太郎也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礼 面对小太郎的询问 小林一时之间也无法回答 因为在来这里之前 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再三叮嘱她 如果小太郎问起钱的来源 只需要告诉她是爱心人士的捐赠 而其实这些钱都是小太郎母亲的保险金 看着眼前的小太郎 小林怎么也开不了口 小太郎似乎也猜到了她会这么说 因为之前来的人都是一样的回答 小林回到律所 所长让她把礼物打开 她没想到竟然是小太郎自己写的日记 上面记录了她一周以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还有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变化 而她做这一切的原因 也只是为了让那个一直关心她的爱心人士 知道自己现在过得很好 不用太过担心 看完日记的小林很是感动 她想让这个懂事又让人心疼的小男孩过得更好 然而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早 早早和寿野出门的小太郎 又被人盯上了 这个五岁的小男孩坐在洗碗池里洗着澡 无法忍受自己两天不洗澡的她 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自己的身体 而这都是因为她常去的澡堂关门了 可就是从那天起 小太郎开始每天躲着邻居们 不仅不让大叔摸自己的脸 就连下楼道的垃圾 也要和他们保持一米的距离 这让大家很是不解 放学回家的路上 前来给小太郎送生活费的律师小林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告诉寿野 小太郎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得知真相的寿野回到家中 看着手里的校园活动广告 此刻的他很想帮助那个 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男孩 另一边 将自己洗干净的小太郎 把小林邀请到了自己家里 如之前一般将自己准备的礼物 递给小林 小林看着小太郎懂事的模样 心里很是心疼 他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话筒 唱起了小太郎最喜欢的动画主题曲 小太郎健壮也拿起了自己的话筒 此刻的他感受到了来自朋友的温暖 儿童节活动很快开始 小太郎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些天的冷漠和疏离 并没有让大家远离自己 小梅姐姐扮演着卖棉花糖的摊主 律师小林表演着鸡骨 大叔也卖起了烤冷面 这让小太郎很是欣喜 周围的同学也都羡慕 他认识这么多厉害的人 小太郎脸上写满了骄傲 然而一旁看着这一切的寿野 却有些心疼 因为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够代替 他明白一个孤儿 是有多么渴望父母的 很快到来亲子互动的环节 大家都在父母的陪伴起来 开开心心地坐着互动 只有小太郎独自一人站在原地 小林健壮便邀请他上台打火 这时小太郎无意间贴见兽野 被很多小朋友包围了 因为大家都喜欢他画的漫画 小太郎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中 便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兽野和小美健壮都询问他怎么了 原来小太郎是吃兽野的醋 兽野赶忙上前安慰他 就在这时屋外的门铃响了起来 陌生的男人自称是新来的租客 男孩独自来到澡堂洗澡 不料旁边的大叔却一个劲地逗他笑 看着大叔搞怪的模样 小太郎高兴地合不拢嘴 俩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为了能和小太郎打好关系 清田提议送他上学 和他一起去澡堂还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面对突然到来的清田和小太郎的转变 兽野感到非常的失落 他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 哼 都怪 小太郎走后 兽野越想越生气 自从清田到来之后 小太郎再也没有和自己去过澡堂 也不让自己送他上学 甚至连小美和大叔都受到了冷落 这样众人很是怀疑 于是决定暗中观察 但都一无所获 谁料这天晚上清田却主动找到兽野 向他询问小太郎的事情 清田的话让兽野紧引大作 为了保护小太郎 第二天他便召集众人找到清田 询问他究竟有何目的 见他不答话 霸气的黑帮大叔直接掏出钱包 一张一张的钞票放在他面前 果然没人能抵住金钱的诱惑 清田告诉他们 自己其实是一名侦探 受小太郎父亲的委托来找人 清田继续解释道 小太郎的父亲曾经被判禁止与他接触 因为小太郎曾在儿童保护所来过 而他的父亲在保护所主业看到照片后 闯进所里大闹了一场 之后便被逮捕了 听到这里的兽野也恍然大悟 原来小太郎不愿照相是害怕自己再次被父亲找到 清田表示自己会如实告知小太郎的父亲 因为那是自己的工作 大叔听后 一把抓住了清田的衣领 威胁他如果敢说出去 就让他吃不了多着走 谁知这时小太郎却冲了过来 小太郎一脸坚决的模样 让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 谁知第二天 小太郎找到兽野 拜托他和自己去幼儿园 听到此 兽野突然意识到清田很有可能 是去向小太郎的父亲汇报情况了 于是连忙让大家全副武装地来到校门堂 等到放学时 几人将小太郎围在中间保护 然而这却让小太郎有些恼怒 说完小太郎生气地跑开了 这让大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男孩每天在家举几千次的杠铃 为了面对家暴的父亲 他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就在几天前 小太郎意外地发现 新来的邻居其实是自己父亲找来的侦探 原来早在澡堂洗澡时 小太郎就发现了清田的秘密 因为胡子大叔是他和父亲唯一的游戏 一个刚刚搬来的大叔怎么会知道 但是小太郎却没有生气 反而向他提出了请求 可是没想到清田还是去见了小太郎的父亲 让大家更加生气的是 清田真的透露了小太郎的行踪 那个糟糕的父亲正在赶来的路上 与此同时 正在幼儿园里的小太郎似乎也感受到有人在盯着他 而公寓里的大火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商量着帮小太郎立即搬家 他们都不希望小太郎再次遭受来自家庭的伤害 可此时清田却说 大家都疑惑他为什么要帮助小太郎 清田却没有答话 他默默地聊起了自己的衣服 原来他小时候也遭受过父亲的家暴 或许是因为临过雨的人总想为他人承载 对于那个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男孩 清田还是无法做出将他送入谷口的事 这时的大家也终于明白 小太郎这么执着于变强原来是为了保护自己 然而清田却否定了这个说法 因为小太郎认为错的不是父亲而是自己 正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 才导致父亲成为了乐人 这让大家都大为更近 他们都不清楚这个只有五岁大的小孩 究竟背负了多少伤痛 得知真相的兽也决定成为小太郎的对手 因为有对手才能变得更加的强大 即使累得气喘吁吁 他还是告诉小太郎 这或许这是对这个背负着伤痛 却依旧乐观向上的小孩 最好的陪伴方式 一旁默默看着俩人的清田 也终于放下了心里的担忧 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这里 刚出门却碰见了小太郎和兽影 虽然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才来到这里 但是这段时间的相处 俩人还是产生了感情 看着小太郎伸出的小手 清田终于可以安心地离开了 这个年纪小小却拥有巨大能量的小家伙 正巧然地改变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个五岁男孩每天都来九八点小姐姐 就算被告知只有十八岁才能进入 也扬言要出高价包下小姐姐陪自己 小美虽然很是开心她能给自己捧场 但还是好奇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美的房租很快就要到期 收入不高的她已经无法负担这里的房费 小太郎无意间得知此事 为了让小美姐姐留下来 她才每天去店里照顾小美的生意 得知真相的小美非常感动 看着如此贴心又温暖的小太郎 小美最终决定留下来 被小美姐姐拥入怀抱的那一刻 小太郎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 她紧紧地拽住小美姐姐的衣角 想要将这种感觉牢牢记在心里 然而几天后怪异的事发生了 小太郎开始反复地去按小美家的名领 然后又快速跑走 小美和兽也终于不堪其扰 将她堵在了门口 无法逃脱的小太郎只好向他们躺开 她想让小美离开这里 原来有天放学 小太郎无意间看到了小美脸上的伤 在兽也的追问之下 才得知小美有个不务正业的男友 提出分手后还死缠烂打 不仅每天到上班的地方 甚至还跟踪到公寓对小美动了手 生气的兽也建议小美立马报警 小太郎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这里 而不是报警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小美姐姐的自己 小太郎这才开始不停地按小美家的门领 她想让小美讨厌自己毫无顾忌地离开 无奈之下小美告诉小太郎 自己会报警处理 不会让大家为自己操心 然而还是遭到了小太郎的难度 小太郎继续向小美提示 自己以前也让父亲变成了坏人 小时候父亲殴打母亲 害怕的小太郎向周围的邻居求你 父亲也因此入列 小美最终还是听了小太郎的话 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 兽也和大叔一一向小美告别 只有小太郎带着面具站在前面 大家都知道此刻她早已落下泪水 只是坚强地她不愿展示自己的脆弱 为了能安心地离开 小美告诉小太郎当年的事并不是她的错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表 不要因为纠正了别人的错误而感到内疚自如 而自己也打算去报警 为了避免给大家带来麻烦 她决定暂时离开这里 小美紧紧地抱住了小太郎 她心里清楚这个小男孩 其实是最舍不得自己的内容 临走时小美挥手向大家告别 坚强的小太郎依旧没有任何的回应 然而在坚强的人总是会有崩溃的时候 就在一天前 小太郎来到女仆咖啡厅 出手便点了一份昂贵的饮料 这让兽也很是不满 回到家中便把小太郎教训了一顿 她认为小太郎花钱大手大脚的 不仅要用昂贵的纸巾 看不懂字还要订一堆报纸 这样下去以后可怎么办 可这却让小太郎有些恼怒 就这样俩人开始了冷战 这两个五岁大的小孩 正商量着离家出走 而原因却是为了能让家人担心自己 拓哉的话让小太郎有些迟疑 但是他回想起了自己和兽也 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 仔细思虑过后 小太郎和拓哉踏上了离家之路 与此同时 兽也本想找到小太郎好好聊聊 可是屋子里根本没人 他担心小太郎是不是出事了 于是赶忙来到律师事务所 但所长也不知道小太郎去了哪 正当他要离开时 所长突然叫住了他 所长告诉兽也 他们每周都会收到小太郎的日记 上面记录了小太郎所有的事 因此他知道小太郎和兽也正在冷战 然而兽也却错怪了小太郎 原来小太郎之所以会去女仆咖啡厅 并不是为了喝一杯昂贵的果实 而是为了内衣 所长继续解释道 小太郎会买昂贵的纸巾 是因为那款纸巾是甜的 而小太郎曾经也在福利院里待过一段时间 喜欢订阅一些报纸 是为了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家是否出事 如果信箱满了却没人去 那样就能让邻居及时发现自己出事 隔知真相的兽也懊悔不已 回想起小太郎梦游时的模样 兽也才明白小太郎并不是只有坚强的那一 兽也急匆匆地赶回家 刚好碰见被老师送回来的小太郎 原来就在小太郎和拓灾刚走 就碰见幼儿园的老师 老师立马给拓灾的家长打了电话 看着兽也急切的模样 小太郎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牵挂的滋味 俩人的冷战终于解除了 可接下来又发生了让俩人措手不及的事 年幼的小孩总会有问不完的问题 为什么自己会来到世界上 天空的尽头在哪里 同学们的问题千奇百怪 然而五岁的小太郎心里 却有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 两岁的时候他问妈妈 为什么淘太郎是从桃子里生出来的 结果妈妈却很冷漠地反问他 母亲的问题是如此的沉重 年幼的小太郎至今都没能想到答案 回到家里 他向年长的兽也询问 可兽也一时间也无法回答这个悲伤的问题 为了能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 小太郎开始不停地向周围的人打电话 妈妈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 然而每个人都答不上来 这让小太郎无比的失落 很快到了小太郎祖父母的寄日 俩人一起来到墓地 认真地清扫着墓碑 小太郎虔诚地祈祷祖父母能够保佑自己 并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情况 告诉前来看望他们的妈妈 然而此刻站在一旁的兽也 却像是着了魔一般一动的 甚至连小太郎的提问他也没听见 回到家中兽也看着熟睡的小太郎 心里压抑万分 他回想起今天扫墓时 自己无意间看到 在墓碑上竟然也刻着小太郎妈妈的 那一瞬间他大脑空白 不知道怎么面对眼前的小孩 更让他难受的是小太郎问他 看着一脸期盼着和母亲见面的小太郎 兽也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他 兽也无法想象这个五岁的男孩 要怎么接受这个事实 难受的感觉如海水般想要将他淹过 看到小美打来的电话 兽也难受的心里终于得到喘息 他将小太郎妈妈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小美 并且下了一个决定 从那天起 兽也每天和小太郎一起做饭 一起打扫卫生 一起送他上学 他想竭尽所能地守护这个让人心疼的小孩 这个男孩每天带着黑道大叔在河边捡垃圾 而且每天定时定量 如果没有换到钱就不让他离开 就在几天前 小太郎在福利院的哥哥白毛找上门来 他告诉小太郎 自己要邀请他干一件大事 因为之前在福利院小太郎被欺负 白毛总是会帮助他 于是小太郎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拿出了律师事务所每周给他送来的补助金 然而由于小太郎多次提出要增加金额 让律师小林产生了怀疑 他找到兽也想向他了解情况 可自从白毛来到这里过后 小太郎再也没有来找过他了 因此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也许会和白毛有关系 出于对小太郎的关心 兽也将白毛请到了家里 然而白毛却告诉他那笔钱是用来搬家的 白毛还指着兽也只是一个邻居 不要闲吃萝卜蛋操心 白毛的话让兽也心痛不已 他不禁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是自己多管闲事 就在这时 小林和小美找了过来并告诉兽也 其实白毛是个老赖 但是最近却突然开始还贷款 大家很是担心小太郎 于是决定去找他问清 再次看见小美小太郎非常开心 但是被问到他什么时候和白毛搬家 小太郎却沉默了 几番纠结之下 小美告诉小太郎白毛就是个骗子 他拿那些钱就是为了还赌债 然而小太郎却非常坚定地说 信じている 无奈的兽也只好找到白毛 让他把钱都还给小太郎 可白毛却还在狡辩 兽也健壮再也忍不住怒火 质问他知不知道 那是小太郎妈妈的保险金 得知真相的白毛懊悔 可他却不知道怎么向小太郎开口 然而小太郎却向他躺开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白毛在欺骗他 因为白毛一撒谎就会用左手揪头发 这和他在福利院时一模一样 说完小太郎又拿出了自己 捡破乱换来的钱 虽然自己的能力有限 但还是想尽力地帮助 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小太郎的话让白毛感到无地自如 无法面对小太郎的他找到兽也 并告诉他其实在自己 刚从福利院里出来时 总是被欺骗和背叛 久而久之自己也不再相信别人 但是小太郎的信任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想要开始新的生活 在兽也和小太郎的鼓励下 白毛在工地上起了伴 一切似乎都好了起来 可是兽也却突然发现 小太郎开始疏远他了 因为兽也的前女友告诉小太郎 说他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兽也的福 那一晚小太郎一夜没睡 他回想起自己和兽也经历的点点滴滴 原来在自己看来开心的回忆 对别人来说却是一种负担的存在 难道自己的存在对于妈妈来说也是负担 所以才会丢下自己吗 从那天起小太郎开始每天逃避兽也 不让他送自己上学 看见他来接自己也会躲开 小太郎的反常让兽也有些困惑 直到小林找到他 得知真相后的兽也立刻放下手里的画楼 赶到学校时才得知 今天是学校的表演会 因为兽也工作原因 最近都有前女友承担照顾小太郎的责任 看见突然出现的兽也 他急忙出去阻止 前女友指责兽也又不是小太郎的亲人 没必要为他放弃自己的事业 但兽也却告诉他 在兽也看来 正是和小太郎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他有了开始新生活的希望 就是为了不让小太郎感觉自己是负担 他才会拼命地赶搞成为出色的漫画家 这样小太郎就不会觉得自己是累赘了 就在这时 大叔带着儿子赶了过来 小美也来了 大家都来为小太郎加油鼓劲 舞台上因为没有人来看自己表演 而无心唱歌的小太郎 在看到大家出现后 顿时有了精神 努力张大嘴巴 想把动听的歌声唱给大家听 活动结束后 前女友也向小太郎道歉 说他并不是兽也的负担 反而是他努力生活的动力 兽也告诉小太郎 一直以来看似是大家在照顾他 其实却是小太郎一直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 小太郎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缩影呢 在还没有长大的年纪 就要学着和这个世界相处 但无论生活给了我们多少伯伴 我们都要告诉自己 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小太郎的生活还在继续 而我们的生活也要继续向前